漫长的休赛期即将结束,各支球队的引游工作也都接近尾声,站在自由球员市场上,还有一位能力不足的球员,迟迟没有签军。 他就是贾玛尔·克劳福德,自从5月份宣布跳出合同之后,克劳福德得到了至少4家球队的邀请,不过时至今日,他都没有做出决定,造成克劳福德现在还没有合同的主要原因,就是这位38岁的老相太贪心了。 克劳福德在去年和森林郎签下一份两年890万美元的合同,由于不满在球队中的地位,克劳福德在休赛期宣布放弃最后一年价值457万美元的球员选项,减于自己的年龄,克劳福德希望得到职业生涯最后一份高薪或者是长约。 7次,能否京都总冠军以及在球队中扮演的角色也是他十分看重的。 6月末,勇士一度接近天下克劳福德、杜兰特、格林和虎里组成的助威团,一起向勇士管理层施压,希望他们可以搞定这位上赛季,场均能得到10.3分,1.2个篮板和2.3次助攻的超级第6人。 在当时,勇士可以为克劳福德提供一份一年530万美元的中产合同,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,7月初,靠新思主动联系勇士表达了加盟的意愿,得到的恰好就是这份中产。 如果克劳福德还想加盟勇士,就只能接受一份底薪。 除了勇士之外,胡人、七台和七十六人也纷纷对其进行招募,这也使克劳福德陷入到两难的境地。 此个月的时间里,克劳福德迟迟没有做出决定,为此勇士也至今没合麦考完成签认。 值得一提的是,就在今天,美国记者贾雷德维希报道,克劳福德可能不会在这次加球队中做出选择,因为他现在拥有了新的目标,那就是绿山军凯尔特人。 不过维希也表示,泰尔特人现在并不会给克劳福德提供一份合同,一边想要加盟争冠球队,一边还想要高薪,最关键的是他还不想躺赢,还要稳定的出场时间,随着时间的推移,可以同时满足他这几个条件的球队会越来越少。 或许克劳福德可以降低一下自己的标准,毕竟他现在定位真的有些尴尬,在军冠球队中,他们更愿意要防守凸出的篮领,也不愿意要一位只会单打的老将。